當啟動它之後的話 那填寫資料填的話就填到哪裡呢填到 這個地方不過現在有東西啦所以請各位把這個 第八列第九列刪掉 OK把按右鍵刪除 但是刪除會帶來幾個問題 你會發現刪除 刪除之後你會發現這些按鈕會變形 對所以怎麼辦Ctrl加Z一下 如果你不要讓這這幾個 變形的話很簡單 記得按右鍵你先選它一下 按右鍵才能選然後再去點這幾個 就是會變形的這幾個如果你要它不變形很簡單按右鍵 這邊有個物件格式 物件格式裡面有一個叫摘要資訊的東西 你選哪一個呢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格改變 也就是說如果其他啦 那我一般其他我是習慣全部都把它改成不隨 除了改不然的話每一次只要做一些 儲存格 寬度啦 高度變動的話 那它就會產生 尤其刪除 列跟刪除藍 它就會變形 那如果你改了之後你要按確定 你看這幾個 要把它刪掉 剛剛會變形 現在會不會變形呢 現在不會影響 但是如果你刪其他的沒選到也會變形 只有選那幾個 應該記得按右鍵 儲存格式或叫控制向格式 反正就是這一個 然後記得就是點 摘要資訊裡面的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和改變 它就不會變 大概這樣子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的規則是填 填到這四個 後面這三個自動帶出來 OK大概就完成了 至於其他格式慢慢在加啦 反正我們第一個 先能夠把資料填上去 填到這四個 再來就自動帶出來 然後OK之後的話 再去想說怎麼樣防呆 防呆就是防止那個 表單裡面沒有輸入任何東西按新增 不過你現在按新增不會動作 因為它裡面沒有寫任何層次 那我們該怎麼寫程式呢 基本上一 請你先切到 我們的user phone 一 二的話呢 程式記得寫在 這個地方 因為是當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才去做輸入資料 所以第一個 請你這邊直接按 點兩下 它會觸發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它一定是一個 sub 不過前面是一個private private 意思就是說 它只能夠在表單裡面用 這個private就是私有的 就是它不共用 不跟其他的那個什麼表單啊模組共用 的一個sub 那它 後面一定會出現一個名稱叫 卡麵八等一 這個卡麵八等一怎麼來的 請各位看一下這個的名稱 它就叫卡麵八等一 OK 它的名稱 也意思就是說 當它 被怎麼樣 被click click 就是被點一下 那 那底下 那底下就是執行什麼動作 當我按一下 那我希望按它的時候呢 可以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東西 裡面的東西 幫我填到這裡 這個東西填到這裡 一次類推 但是可能會有幾個問題要注意的 這個是第幾列 有沒有 第八列 那你不可能說每一次都填第八列吧 它如果填的第八列應該變第九列吧 這還一直往下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樣 讓它自己向下追蹤 追蹤目前 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然後把它怎麼樣 把它加一就可以 7加一不就8 然後再往下 它又8加一 就一直往下就對了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特別是1 在這邊點兩下 2的話呢 按個TAB鍵 那我前面講過 你如果要把什麼東西放到 哪個地方的話 記得 這個名稱 這個 比如說把這個東西 丟到這邊來的話 那寫法特別注意 你的來源要放在後面 就是那你要寫到哪裡寫前面 就是中間按個等號就可以了 那我寫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叫Test Box 1 裡面的 文字就點Test 丟到這個裡面來 所以寫法特別注意 寫法就是 按個TAB鍵 我要寫到哪裡 寫到 那個Sales 哪一列呢 第八列的 A欄 OK 等於 後面就是Test Box 1 Test Box 1 裡面的文字 點Test 好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幫我什麼 把我填的這個東西放在這裡 那意思可以推啦 不過我剛剛講過 這個8以後會改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以後會改的話 那你可以用追蹤的 追蹤還記得吧 我因為要追蹤到 我先把它放在R R是個變數 就是先放進去 那怎麼追蹤呢 我游標先放在 這個A2 所以我前面好像講過 Range 我們用Range的方式 Range 指的是哪一個範圍或儲存格 A2好了 我從A2做什麼呢 向下追蹤 點END 刮弧 前刮弧就是追蹤的方向 向下追蹤 XL Down 那追蹤之後呢 請你告訴我向下追蹤之後 他最下面的列是哪一列 他把7 帶回來 點Row OK應該有印象吧 但是呢我們要把它加1 為什麼 因為我要 放的一定是他的下一列 他的下永遠是 最下一列的 下一列 下一列OK 然後呢把這邊改成R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把第1個 Test Part 11 就是把這個 放在這裡 這個是Test Part 2 放在這裡 這個是放在這裡 OK Easy to the 所以我的寫法 就是直接把這個再 複製一個 到這邊 然後 其實這兩個一起複製好了 因為我 總共有什麼 ABCD 所以ABC D 也就是ABCD藍 然後的 R列一樣 都是R 那把什麼呢 把Test Part 1 放到A 把2放在 B 3 放在 C 以此類推 不過特別注意 你們那個名稱 可能要檢查一下 11有沒有 我是1234 如果你可能要 不小心刪掉 重新放一個 他數字可能不一樣 不過我建議 盡量改的跟我一樣 所以如果不對 你就把它改 跟我一樣 然後這樣OK了 試一下 但是目前只有放前面4個 接下來怎麼 執行他呢 其實你可以直接執行 他一樣會跑出來 然後呢 我就輸入名字 我不想 A Enter 他會跳下一個 這個是內建的功能 85 Enter 然後按個新增 會不會過來呢 過來了 有沒有看到 這樣就成功了 第一步了 可是還沒完成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 這個把它輸入進來之後 應該這邊要自動把它清掉 清掉之後 最後再把游標放在 第一個儲存格 這樣會感覺比較 好像比較流暢一點 OK 接下來的話 你把資料輸入之後 這三個資料應該也要自動跑出來 要怎麼跑出來 所以 接下來我們應該怎麼寫 應該就是 我覺得應該把資料填上去之後 然後呢自動帶出這三個儲存格 可是三個儲存格我怎麼寫呢 基本上 我們可以 一樣嘛 一式類推 就是這個東西呢 應該是再來什麼 一個 1 1裡面等於什麼 等於平均 等於 可是平均的話呢 當然有兩種寫法 一個是直接丟公式到這裡 一個是 你把前面這三個數字 什麼加起來之後 除以三不就好了 也是平均 那哪一個方法簡單呢 寫得出來都簡單 我們用第一個好了 我們用丟公式好了 上面這邊不是有一個 對 所以我們可以把他複製 取消一下 然後把他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一欄裡面去 這邊貼上 但是問題 這個數字 他現在是7 對不對 應該要把他改成R嘛 所以一樣的方法 這兩個數字把他改成R就OK了 怎麼改還記得吧 7先選起來 雙領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加個R 然後呢 and空白 這樣會吧 後面這個呢 如果你不會沒關係 把它複製之後 看到7貼上去 就搞定了 好懂的意思啦 反正就是 之前講的 就是 如果你要把一個公式丟到儲存格 就是看有沒有雙領號 因為剛好這個沒有 所以跳過 第二個是有沒有裂號 裂號是要變動的那一列 之前我們是 I嘛 現在是R 把它改R就OK了 好看會不會平均 所以這個理論上應該丟公式OK了 再來這個呢 這個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有沒有 所以一樣把這個貼過去 所以做法的話呢 一樣就是我們可以 再丟一個 這邊不是E嗎 然後再來F 所以其實這個 再把它複製一個 然後這邊把它改F 這邊的話呢 再把它改什麼 改G嘛 有沒有 F G 然後方法一樣 就把這個公式 複製 貼到哪裡 貼到 這邊來 但是貼之前 注意兩件事嘛 好有沒有 第一個 這裡面有沒有雙領號 有 請你先貼到什麼 記事本 取代 兩個 裡面有沒有列號 有 把這個7怎麼樣 改成R 就放到這裡面 這個呢 也一樣 同樣的方法 這樣就OK了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特別重要 程式沒有很複雜 你不要 以為 那主要觀念是怎麼樣 這個等號 特別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 就是一直把那個等號當成是 以前我們那個數學那個等號 這個等號不是那意思 這個等號應該是把後面的東西 幫我把它丟到前面去而已 應該懂我的意思 所以以後你看到等號 如果不是數字的話 應該是指的是把後面的資料 複製一份到前面去 意思是說把表單裡面的TESBUS1的資料 複製一份到這裡 OK應該可以懂了邏輯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ABCD到G就OK了 再來就是把 裡面表單的資料清空 然後回到最上面去 這樣基本上 就應該可以用了 再來 後面只是錦上添花 讓這個程式更好 就是說 防呆的部分 我們再去思考 就是邏輯 你可能要判斷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